天高海阔 张修杰 他怀疑是有某种势力在干扰 我觉得你说的那个某种势力 好像应该没有这个本事 是不是电台的设备出了问题呢 我不知道 因为前一段时间不是刮大风还是下大雨 我们有两期节目在这个96.1的频道 根本就没有播出去 所以我现在本人没有办法控制 96.1这个电台 它的一些设备的运作 但是呢我可以给你个建议 你可以到Vocal的平台上 在那个手机APP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上面除了有我的节目 还有其他的非常丰富的一些新闻节目 资讯节目 你可以在那里收听 并且呢用手机的VocalAPP的平台 收听我们的节目呢 一面听还一面根据你收听时间长短 积累金币 这个金币是可以到我们的网上商店去 免费换取礼品的 所以我建议你试一下 如果你用的手机是苹果的话 目前已经非常的畅顺了 但是如果你用的是Android系统呢 可能有一部分品牌的手机 比如说华为啊这种手机呢 或许会有一点技术上障碍 但是不要紧 我们现在正在请我们的IT团队 正在加紧的修改当中 所以大家如果想在开车的时候收听 想在家里收听呢 可以去下载我们的这个APP Vocal VOCO 下载完之后呢 那无论你什么时候收听 都可以积累金币 拿到金币到我们的网上商店去换礼品 应该也是一个不错的体验 好了 我们之前讲过 马克龙访问中国之后呢 来了一个说 对这个台湾的危机 不关欧洲的事 欧洲人不应该卷入 还有呢 就是不要依靠美国的 就美元体系 然后再独立于美国的 这个外交政策等等 这些话讲完之后 就引起了口诛笔伐 那么马克龙呢 在不到24小时改口了 马克龙改口说什么呢 马克龙其实正在荷兰访问 他在荷兰访问的时候啊 有一个重要的演讲 讲的就是欧洲的外交政策要自主 其实我们之前讲过 马克龙所说的欧洲外交政策自主 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 早在二战结束之后 法国第一任总统戴高乐 就已经这样主张了 我们知道欧洲这些国家 包括法国 英国 德国这些国家 更不要说欧洲小国家 他们看待美国这个角色 我们通俗的说是又爱又恨 为什么呢 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二战结束之后呢 这些欧洲国家 没有美国的马歇尔计划 他们很难从这个战乱当中 恢复经济 但是恢复完之后呢 他们又发现自己的经济命脉 有相当一部分被美国掌握 比如说美元的霸权 我们讲美元的霸权 很多人都讲的非常复杂 其实我觉得一点都不复杂 比如说美国联邦储备局加息 美元的汇价就会上升 那么全世界的资金呢 就会涌到美国 美国联邦储备局一减息呢 美元资产又会流向全世界 所以在这点上啊 在这个美元霸权 在金融系统上 美元有非常大的主动权 简单的说就是经济发展 或者经济衰落 都是美国吃肉 欧洲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喝汤 甚至有些连汤都喝不到 这点当然会令到很多国家不满意 包括法国 包括德国这些国家 谁不想吃肉呢 谁想只喝汤 没有肉吃呢 所以说欧洲国家对美国的这个态度啊 就是又需要美国 但是又希望不被美国所割韭菜 在这个法国二战之后的历任总统当中 很多人都提过这个所谓的外交政策自主 法国想当欧洲的霸主 也不是一两天了 但是问题是 为什么法国当不成欧洲的霸主呢 其实这个道理也很简单 比如说现在俄罗斯对欧洲有军事威胁 正在入侵乌克兰 那么欧洲国家找谁来成为自己最可靠的靠山呢 法国当然想欧洲国家都指望自己来成为一个安全的靠山 但是法国能做得到吗 恐怕这一点呢 法国人自己也认为做不到 怎么办呢 找谁做一个最有利的靠山 当然找美国 你找美国做靠山的话 那么很多事情上就要看美国的脸色办事 这也是江湖规矩 所以说马克龙这个所谓的欧洲的外交政策自主呢 是本来他就讲的话 只不过在台湾问题上 说欧洲国家不应该卷入台海为基 这一点上呢 马克龙的这个政策态度是有了个180度的大转变 但是不要紧 世界上有180度大转变 还有360度大转变 就是反转再反转 马克龙就来了一个360度大转变 他在荷兰发表这个所谓的外交政策自主这个演讲呢 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 导致全世界的媒体都报道说 他演讲一开口呢 就被这个抗议者打断了 他在这个演讲过程当中被抗议者打断 然后在访问过程当中呢 还有抗议者试图冲破警卫 要扑向马克龙 不过在一段距离之外呢 就被摁倒了 所以说马克龙在这个荷兰的访问呢 他说的欧洲外交自主没有人理他 他有多么不受欢迎呢 每天我们从这个欧洲的报纸 从美国的报纸都会看到 马克龙于是改口了 他说他对台湾的 法国对台湾的议题的立场从未改变 法国还是主张要维持现状 要主张用和平的手段来解决这个争端 他并且再次重申 法国是美国的盟友 并且是美国最坚定的盟友 讲完这句话之后呢 他又来了一个兜底 说虽然我们是美国最坚定的盟友 但是不代表我们要成为美国的附庸 其实美国什么时候要求任何一个国家成为自己的附庸呢 美国在很多外交政策上有影响力 这是一回事 但是美国要求哪一个国家必须要跟随自己 美国心里这么想 但是嘴巴上也不会这么说 所以说马克龙在这个台湾问题的立场上 来了又一次的180度大转变 就是原地转了一圈 又回到了原点 支持台湾维持现状 支持用和平的手法来这个解决争端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你支持维持现状 支持用和平的手段 那么换句话来说 你就反对用武力的手段来改变现状了 如果万一台海真是发生冲突 你的立场是什么呢 如果美中之间发生冲突的话 这个你自称是美国最坚定的盟友 但你的立场又是什么呢 你是站在中国的一边 还是站在美国的一边呢 很明显马克龙给你答案是 你猜猜看吧 反正我现在就是 来了个360度的大转弯 马克龙在大转弯的时候 也特别提到了 他说其实我访问中国之前 我跟美国总统拜登 有过外交立场上的协调 这点我们过去在新闻里面讲过 但是你相信马克龙跟拜登 在外交立场协调的内容当中 包括了他在台海政策上 180度大转弯吗 我个人觉得 这绝对不是美国总统拜登 可以允许他在这个 接受媒体访问时候讲的话 只不过呢 马克龙讲完这番话之后 他发现自己惹了大祸 我们之前讲过 马克龙讲完这个台海立场之后 他被这个媒体 以及这个欧洲很多国家的议员 欧盟的议员 广泛的批评 但是没有一个大国的领导人 对马克龙有这个严厉的批评 除了一些前领导人 比如说美国前总统川普 直接说 马克龙在拍中国的马屁 记者还特别问马克龙 你对川普这个话 有什么看法 马克龙说 我无话可说 当然无话可说 很明显 在这个对中的政策上 对台海的立场上 你有了非常大的改变 川普把你理解为 拍中国的马屁 马克龙有什么话可讲呢 还有就是英国的前首相 特拉斯 也对马克龙展开来批评 但是我们要说的是 只有一些国会议员 只有媒体 只有一些大国的前领导人 对马克龙批评 不代表没有大国领导人 对马克龙提出严厉的批评 只不过呢 这种批评是在台底下的 毕竟在台面上 这些国家的领导人 不好直接指责马克龙 法国是有自己外交的主导权的 如果有现任的大国领袖 批评马克龙的话呢 很容易就被认为是 干涉了法国的内政 这会影响两国的关系 但是这不代表大国领袖 包括美国德国这些国家领袖 不会通过外交渠道 向马克龙说一些话 所以我想这是马克龙 为什么180度大转弯之后呢 再来一个180度大转弯 回到原点的原因 好了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讲新闻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上一节我们说 法国总统马克龙 对中国访问之后呢 曾经改变了法国对台政策 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但是这番话讲完之后 不到24小时 马克龙又来了 再一次180度大转弯 又回到了法国对台政策的原点 就是支持台海现在维持现状啊 要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争端啊 马克龙这个大反转啊 我想应该是他受到了 众多的批评之后 特别是一些大国通过外交渠道 应该向马克龙提出了一些 十分激烈的批评之后 马克龙被迫做了一个大转弯 他还强调说他跟美国是盟友 马克龙讲话同时呢 我们也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就是又一艘法国军舰通过了台湾海峡 我们知道过去在讲到 这个台湾海峡是国际公共水域 可以自由航行 这一点上啊 法国是坚定的支持美国的主张 而中国认为呢 台湾海峡是中国的内海 不已经同意 其他国家的军舰是不能经过的 但是法国当时跟美国站在一起 派军舰通过过台湾海峡 现在马克龙在讲说 这个台海政策方面转弯再转弯的同时呢 又一艘法国军舰通过了台湾海峡 只不过这次通过呢 有意思的是两点 第一点呢 他通过是走这个台海中线 靠近中国的一边 于是呢 有媒体解读说 这是法国对亲中政策的一个表态 我个人呢 并不这么认为 我们知道所谓的国家领海主权啊 是12海里 而台海呢 我没记错的话 有40多海里 就是无论是中华民国 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张自己的这个领海权呢 中间还有一个是属于国际水域 所以说 这次法国军舰走这个台海中线 稍微有点靠近中国这一边 就是亲中的表态呢 我觉得这个有点过度解读 但是呢 法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 中国没有抗议 也没有派随军舰跟随 这说明 法国军舰这次通过台湾海峡 很可能是跟中国政府 已经协调过立场的 再加上马克龙之前的表态 应该说中国对法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 没有表达反对的态度呢 也很正常 除了马克龙的政策 来了个大转弯 再大转弯之外呢 法国的一些内阁官员呢 也憋不住了 比如说法国的财政部长 勒迈尔 勒迈尔在出席国际货币基金会的一个会议上啊 就特别向媒体表示 说法国和欧洲虽然说希望奉行独立于美国和中国的政策路线 但是呢 美国是法国最强大 最可靠的盟友 我们要注意这个勒迈尔的表述啊 法国要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 是独立于谁呢 是独立于中国 也独立于美国 所以说法国的立场是不亲中也不亲美 既不反美也不反中 所以是一个中间的立场 但是我很担心法国财政部长这个表态 因为毕竟空客卖给中国的160架飞机还没有付款呢 你现在这个表态会不会影响这笔生意呢 恐怕还是有这种可能的 所以说法国现在很明显 在总统马克龙讲完这番话之后啊 在目前俄乌战争的大背景之下 所有欧洲国家都会问法国总统一个问题 你如果不需要美国来帮忙的话 难道法国能够领导北约对抗俄罗斯吗 如果不能的话 难道你会指望中国领导我们对抗俄罗斯吗 所以说马克龙要法国领导欧洲这个理想啊 非常的伟大 但是回到现实 法国确实没有这个能力 马克龙也只好再来了一次180度大转弯 面对马克龙的这种两面三刀 这种善变中国还能够信任法国吗 其实我在节目里面多次说 国与国之间就是个利益关系 法国对中国的态度 说来说去就是 他可以在中国身上得到什么利益 马克龙想在中国身上得到他想要的利益 所以他改变了某一些外交立场 改变了某一些政策 但是当这种改变又会影响 他在美国身上获得利益的时候 法国就必须权衡 美国的利益重要 还是中国的利益重要 其实这种现象不只在法国身上有所表现 我们昨天讲到的菲律宾现在很明显 跟美国站在一起来应对这个南海问题 台海问题 菲律宾现任总统马克思何尝又不是如此呢 马克思上任之后马上到中国访问 我们还记得当初马克思到中国访问的时候 无论是菲律宾的媒体还是中国的媒体 对马克思这个访问可以说有非常高的评价 中国的媒体说马克思到中国的访问是富有成果的 那么在这个富有成果当中包括了什么呢 包括中方企业承诺向菲律宾投资228亿美元 这笔钱对于菲律宾来说可以说是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我们知道像法国这么经济发达的国家 这样一个工业强国 他在马克龙访问中国的时候 所签订的这个空客订单 无非也就大概是200亿美元 而现在中国对菲律宾这个穷国小国 在马克思访问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承诺要投资228亿美元 这对菲律宾来说当然是至关重要 所以当时菲律宾政府和中国政府都兴高采烈 这个兴高采烈除了228亿美元投资之外 还有21亿美元的采购的这个意向 那么加起来就250亿美元 这个就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了 但是在这个兴高采烈过程当中 中非两国还是要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对这个南海有争议导交的主权问题 我们看当时新闻报道当中是怎么描述的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当时说 他说他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这个西菲律宾海 这在中国来说就已经政治不正确了 因为那个地方在中国看来应该叫南海 这一点不影响小马克思回到国内 他说在西菲律宾海争议话题方面呢 有过深入并且坦诚的讨论 我们知道深入讨论就是非常实质性讨论 他说我们双方都注意到 我们现在的双边关系已经允许 我们可以处理这个有关领海和岛礁的争议了 并且呢不阻碍我们其他富有成果的接触 和多方便的合作 这句话意思就是说 这个争议我们现在可以解决 并且千万不要影响我们之间的争议 因为250亿美元的经济利益 对于菲律宾来说太过重要了 但是呢他还讲了一句言不由衷的话 他说我们确认了海上问题 不是菲律宾和中国关系的全部 但是呢它是中非关系最重要最优先的事项 换句话来说 这个有关领海的争议不是关系的全部 因为这个全部还包括了经济利益 但是不解决这个优先问题 恐怕经济利益就没有办法落实了 正是因为这个不解决优先问题 经济利益没有办法落实 导致了菲律宾现在外交政策有了非常大的反转 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在台海问题上很明显跟美国站在了一起 我们如果看到了菲律宾在总统访问完中国之后 这个外交政策的变化 马克龙现在发生这个180度 再180度变化也就不奇怪了 那么所以中国在外交事故上恐怕面临一个问题 这些国家到底谁可以值得中国信任呢 我想有很多国家都曾经跟中国关系非常友好 最终也就翻脸了 那么其实以现在目前国际局势看我个人认为 中国如果想找到一个可靠的盟友 一个可以相信的盟友的话呢 中国恐怕先要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如何非常融洽的可以融入国际社会 这种融入呢 我想才是找到盟友的根本 如果中国在很多意识形态上 在对这个国际贸易啊等等的这个国际交往的规则上 跟很多国家有矛盾的话呢 恐怕中国要想在周边国家里面找到可靠的盟友啊 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明天同样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讲新闻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欢迎大家订阅